广告呢就是要卖东西 卖东西呢就是要吸引观众的目光 因此行销手法必须不断的改变 在台北新闻丁街头出现了这么一家 外观看起来像中世纪的饮料店 这是电玩大厂的联名饮料店 那么很多呢就算不是玩家的民众 也前来朝圣业绩拉抬两成 仿佛回到中古世纪 门口雕像充满寻衣气氛 但这不是鬼屋 而是一家电玩联名饮料店 连咖啡的名字都跟电玩的素材 人民币名有相关 把联名这个部分呢又做得更强化 他刚下车走过来就先来这里了 对我本来不是要来这边的 蛮新奇的吧 就没有看着 被电玩封的装潢新颖 就算不是玩家也来朝圣 知名电玩找上西门丁饮料小店合作 把电玩场景搬到台北街头 具有真实感和话题性 锁定年轻消费者 业绩增加两到三成 想和大厂联名 小规模业者至少要是黄金脚垫 像是西门丁捷运站入口人超多 还有脚垫的广告面积相对比较大 最好是卖点食物 饮料点心 让消费者更有互动感 拉台联名商机 五彩缤纷的冰品柜里头这一款水蓝色 柠檬汽水冰棒和电影联名的限定版 标榜期间限定变成懒客噱头 商业绩大概会是其他冰品的大概两到三倍 还有不少厂商复制联名模式 包括Hello Kitty去年和蜜糖吐司合作 Sony游戏机要上市 也找调性相似的积木餐厅 一下子三个月卖完就结束了这种商品型 另外一种就是只有在这个期限内 你凭票跟来换另外一个优惠的活动 都不拖这两种玩法 找到厂联名合作得符合产品调性 还要有庞大曝光率 才能让业主看见一加一大于二的价值 记得郑仁宗邵玉敏台北采访报道